這些老人家的身體 比年輕人還好 你吼這麼大聲 你踢得泥泥 你身體有肉 他可以吼得很大聲 他可以動作 他可以打人 體力好好喔 雙手打這個29歲男子的太陽穴 雙龍灌珠就把他給灌進去了 雙龍灌珠 對 這個也是北京 有一個80歲的老太太 他就上來之後 他就說他要做 竟然就開始練喝另外一個阿伯 兩個就開始罵 他說這個老先生跟老太太幹嘛 拿著手一直比他 一直比他一直比他 你知道我如果被人家這樣比 我會抓狂你知道嗎 我沒辦法忍受人家這樣比我 他說那個小女孩就這樣 被比比比比比 比到抓狂說 你幹嘛比我 你幹嘛比我 就去撞柱子了 對 你看看這麼好 登上去 不可以不要放手啊 不要套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可以幫我報警嗎 要盯上 可以幫我報警嗎 你看看這麼好 登上去 不可以不要放手啊 不要套上 不要套上 你盯上去 盯上去 你知道嗎 那我也沒幾年 你到底是怎麼會這樣事情嗎 你一定是 現在搭捷運 現在搭公共結 這個系統 你要非常小心 怎麼現在的老人 跟這個所謂的年輕人 到處都打成一團 之前有一個 等於說上班族的小女孩 就被人家弄到氣 拿頭去撞那個柱子 今天也一樣 今天一個29歲的男孩子 跟一個什麼75歲的老公 他居然用雙龍灌出去打他 對 現在來講的話 你搭捷運 你要隨時小心啊 過去來講的話 大家都知道 博愛住就有很多的爭議嘛 結果沒想到 今天松山新店線 又有爭議了 松山新店線 有一個男生他29歲 戴著帽子 然後呢 他就說 他身體不舒服 他就坐在博愛住上面 結果呢 這75歲的老翁就叫他起來 他不起來 他說 我自己身體也不舒服 我也是拉肚子拉了幾天 我就坐在這裡 結果老翁就開始罵 罵下去之後呢 旁邊的人就開始來說 欸 先生 這個博愛住是給需要的人 不是一定要給老人的 聽到這個之後呢 他竟然拿出他的雙掌 啪 竟然直接灌進去耶 竟然雙手打這個老 這個29歲男子的太陽穴 這個肯定是有練過的啊 你一邊來講 你推擠就算了 他竟然直接拿出了招式 拿出了武功 啪 雙龍灌出就把他給灌進去 雙龍灌出 對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大家就回頭去來講說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一直以來 所以這樣 你怎麼接二連三次發生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狀況 這個也是北捷 在北捷來講 也是北捷 對 這個也是北捷 有一個80歲的老太太 她就上來之後呢 她就說她要坐 然後呢 有一個女孩子坐在婆外座上面 她說 我連續加班了12個小時 我很不舒服 所以呢 我沒有辦法讓你坐 竟然就開始練喝另外一個阿伯 兩個就開始罵 而且講話非常的難聽喔 意思就是你不知叉叉叉的 你就是這個東西你怎麼可以做 這個就是要給老人的 他們的話法 他們的話術就是說 你現在就是要立刻站起來 浪座 她有說了 我已經上班了12個小時 我自己也不舒服啊 不行 就開始了 然後呢 最後也動手了 動手之後呢 其實這個 你這樣拉拉扯扯 其實也還好 可是這個傷害事情是什麼 當警方 警員警察到現場之後啊 在問這個狀況的時候 這一個小小女生受不了了 自己用頭去撞柱子 她就情緒崩潰啦 我覺得這個小女生 有一個動作跟我很類似 他說這個老仙子跟老太太幹嘛 拿著手一直比他 一直比他一直比他 你知道 我如果被人家這樣比 我會抓狂 你知道嗎 我沒辦法忍受人家這樣比我 他說那個小女孩就這樣 被比比比比 比到抓狂 說你幹嘛比我 你幹嘛比我 就去撞柱子了 對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真的就是把人家情緒 給逼到了一個極限 所以呢 現在來講的話 還有人做了一個貼紙 我上班很累 請你放過我吧 你只要拿你上班打卡的時間 來換 就換這個貼紙 所以這個東西來講 大家真的覺得說 這是不是一個世代的戰爭 但是除了北捷之外 而且他是說他去撞 他不但撞柱子 還撞著自己頭破血流 柱子你這樣撞下去 當然他連續撞了三下 當然就噴血了 人家警察都嚇到 那剛剛都是北捷 高捷呢 高捷我覺得這個更離譜 高捷一樣 高捷也是這樣子 有一個男生呢 他就坐在這裡 然後呢 老先生上來之後呢 就請他浪座 可是這畫面你知道嗎 他旁邊還有位子啊 那個男生就告訴你說 不愛坐又不是說 一定要給老人家坐 你旁邊的位子你就坐嘛 但是老先生說 你知不知道禮貌啊 你知不知道道理啊 不愛坐就是要給老人坐 就硬要叫他起來 到最後你知道嗎 他就起來囉 他就起來了 這個年輕人就只好起來了 然後呢 這個老先生 他就得償所願 然後呢 拿出他的手機 坐下來之後 好好的滑手機 可是你知道嗎 年輕人的臉面 可能比較薄一點 他也不好意思坐 所以最後 有位子坐的 就只好站到站 就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來講的話 這已經變成一個 世代的一個戰爭了 過去來講 年輕人 坐一下不愛坐 有時候真的很不舒服 那老人家來 我們都會起來 請身 你要不要坐 你不坐 我們再繼續坐 可是現在來講 因為有太多 不講道理的老先生了 所以現在你看 不管是公共運輸 不管是高鐵的自由座 不管是捷運 不坐了 坐下去 不起來了 所以呢 現在才講到 有些老先生 才會生氣 所以呢 現在來講 所以你乾脆把博愛坐 拿掉算了 對 因為你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捷運警察 有說一件事情 不是說博愛坐 就一定是給老先生 老太太做 現在博愛坐 就是給有需要的人做 所以呢 如果你吵架 警方可能第一時間 不能來自止 但是像今天那個 雙龍灌珠 這個高殺害 一定告得成啊 因為倒不如 你乾脆就把博愛坐給廢掉了 就看懂了沒有 我今天上班站的時候 連接一大把 你裝作沒看到 這就不在這很堅持的 雅逼的耶 你 你什麼 幹嘛 這就不在這很堅持的 雅逼的耶 你 你什麼 幹嘛 嘿 發啥 那個女生是打人 那他在家呀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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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生真的先打人 不要用暴力 不要先動 等一下 不要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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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惠神 這個好像在傳染一樣 最近剛剛講的到處發生耶 因為忍無可忍 無需再忍 你知道嗎 真的事實上 你看那個影片 你就會知道 那個老翁他去痛罵 那個29歲的男生 那男生其實是沒有回嘴喔 不是 你知道 我看了這些影片 我的感覺什麼 你知道嗎 這些老人家的身體 比年輕人還好 後來我還聽個老阿嬤講說 你有什麼好吵的 你坐車又不要錢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吼這麼大聲 你停有 你車子有肉嗎 他可以吼得很大聲 他可以動作 他可以打人 體力好好喔 是 那你要知道 事實上很多年輕人 尤其是要經過這麼長時間上班 還有女孩子 有的時候會有一些生理 他如果還要穿高跟鞋 情況之下 你從台北坐到北投 那個真的是坐到 站著到後來 你腳都會發抖 這就是為什麼 有時候就是說 需要的人 有女孩子 其實他可能才剛懷孕 兩三個月 他是看不出來的 但是他實際上 身體就很虛 你硬要讓人家讓座 這也是不對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到現在會越來越衝突 因為很多 其實不是說所有老人 很多這樣的 會發生這種衝突的老人 他就是你欠我的 你應該的 那這個時候 我跟你講 我呼籲所有年輕人 那個電視前面年輕人 你去下載黃國昌的那一段 我要欠你嗎 對不對 就用黃國昌的那一段 就放給那個老人聽 我要欠你嗎 我們可能後不出來 但是你要放 你就會說 為什麼我不能做 說一句實在話 我們這些人 是在納稅的人的錢 以我自己 都是做短程的情況 我當然會讓座 可是如果有一些年輕人 他真的需要 他身體也不好 真的不要用這種情緒勒索 而且是為理所當 這誇張是 從北到南 從東到西 剛剛講的北捷有 高雄捷運也有 現在是桃園 桃園也發生過 那個長輩 長輩居然罵他 你不是人 就那個長輩 那個老翁要判 六千塊 當然 因為說一句實在話 我們都知道 那是博愛做 是有需要人就做 不是老人做 或者是 我也呼籲台北市政府 你就是設兩個車廂 老人車廂 我們年輕人都不要進去 那你們那個老人車廂 位置就一樣的位置 你們誰比較老 你去那個車廂裡面比老 比較老的人就做 你不要說把這個 好像變成是 每一個年輕人 我坐的位置 唯有付錢 而且說一句實在話 每一個年輕人 他要養的 身上的重擔 可能比這些老人家還多 我會覺得 搞到後來 真的會變成一個對立 什麼對立 你越是覺得理所當然 我越是覺得 我就不要 所以其實 你要看那個影片 今天那個影片 那個年輕人是讓他罵 是另外一個女生受不了 那個年輕女生 跳出來主持正義 伸張正義 那個年輕女生 就是那個短褲的女生 他就跟他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然後那個老人家就說 我沒有做什麼羞愧的事 然後那個女生就說 你現在做的事 已經新聞上才會有 你現在就做一些羞愧的事 換句話說 我覺得這一股 不滿這一種 就以老賣老的這種情緒 真的從南到北 在不同的交通工具上 都不斷的蔓延開來 為什麼你要坐這裡 你這沒有寫你的名字啊 為什麼 因為不是沒有位置可以坐 長輩 長輩有位置可以坐啊 沒位置可以坐 沒叫你站著 有位置讓你坐你就坐